大家好,我是Edie,歡迎回到LIVE JANNLING 又回到手像裝飾術系列 這系列是為了幫助一些不知用什麼方法去裝飾手像的人 當我們去到寫手像的時候,我們少不免會用到裝飾技巧 令我們的頁面豐富一點,看起來美觀一點,令我們的心情愉快一點 所以在這系列我會講一些不同的方法去裝飾手像 在這一集我會用到幾何印章去和大家一起裝飾手像 其實我不是一個會草印章的人 我也知道坊間有很多不同的印章 對於我來說,最實用的就是幾何印章 因為我也沒有很多印台 所以這次在印台方面,上顏色我們會用到一些刷牌去看 你也可以預先去預備這些刷牌,或者你自己有的印台 用這些刷牌的好處是可以比起平日印台有多不同的顏色選擇 但怪處就是每次使用的時候就不太方便 你可能要滑上去 這一盒的印章一盒裡面有19個款 主要都是一些間跳、波點、圓點、三角形等等的圖案 這一個我自己也覺得是挺實用的款式 其實這些幾何圖案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幫助你在手像裡面一些打底的功能 所以它不會是一些很突出,像我們之前說的花圈、上片 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令畫面看起來更加平衡 在一些太空白的地方可以有一些點綴 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在這一個位置 我們可以留在這一個位置 通常我會選擇一些重疊的地方 這個就會看起來比較好看 就是要小心alties 讓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這個地方 不要再往大開 我們在一個位置 就是我們 prophetic的地方 他這樣 你 你 然後我示範一下其他的用法 做一些圖畫 他下一個畫上的圖畫 神音鋪 十分後來高隱藍 然後照射雞 曲不斷 這個都會非常好 但不是很高 彈影 如果你想繼續看關於手帳、生活、文具的影片 就可以訂閱我這個頻道 或者追蹤我的IG跟我聊聊天 我也很想認識你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